我建议是全部都改成HVGA 然后SnapShop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SnapShop就是把 开机 当然第一次还是很慢 但是第二次以后他会把你们的那个 模拟器里面的内容存在 Hardy 下一次就直接打开了 我是有觉得有快一点啦 不过这个见仁见智 然后其他这个要不要打购就看个人了 我可以按确定 好这个是模拟器的设定部分 再来就是那个Layout Layout部分的话我讲过从这边去Change Change Layout 那如果刚开始练习的话 你们就 建议啦 先从那个 比较好布局的Layout开始 比较好布局的就是这个Linear Layout 这个Linear Layout 所以选这个Linear 后面他会有一个 V开头 V的话就垂直 还有H开头 H就是Horrorontal 水平的 也就是说你将来布局这两个就很好用了 为什么因为你可以 在Layout里面再放Layout 然后呢 大部分都是垂直的 如果你要水平的话 你就在什么 在这个里面再加什么 再加 Layout 有没有你可以怎么 这边有个Vodic 你可以把它丢进去 放进去 有没有 那我教各位这书里面没讲的 书里面是要叫你们自己打程式码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没有一本书讲到用拖拉的 因为这个拖拉要 要写书也很麻烦 请拖拉这个到这里 放开 这个光这动作 写书不知道怎么写了 而且很多张图 那我是直接 放在这里之后呢 如果你要把它放水平 你就把这个 拖拉进来 看到阴影的时候 阴影的时候放开 他就怎么样 帮你放到里面 然后再把Button 按住不要放 再放到里面去 放开 他就放水平了 不过这个因为我刚 的那个Layout 还要再修改一下 它的宽度跟高度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做成水平的话 就是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 OK 这个后面还会再讲到 就是在那个按 那个键盘的地方 那做好这个Layout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最后记得要把它save 如果说有同学 save之后发生错误的话 好像 可能你就要切到那个什么 切到原始码看一下 刚刚有同学 一切过来 可以看到叉叉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哪一行有错 可是呢 切过来之后有同学 就切不回去 有时候啊糟糕全部的 是不是叫我直接用的 文 TestMode来打程式吗 当然 你看那个 网络上很多国外的那个 教学 都是直接切到这个画面 开始一个一个call 大陆那边教学是叫你直接一个call 连那个上面的原件要怎么布局 有都是一个一个call 我觉得很厉害很佩服 但是我觉得 这可能不是一般常人可以办到的 所以 还是切过来好了 因为图形画界面 比较直觉啦 所以真的你要放哪里就看到是哪 但是 那攻击很厉害喔 从头到尾 从头打完 一个画面居然就产生了 是应该有练过的啦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练过的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图形化 这边可以切换 好两个地方 一个是 我这个这个文字模式 一个是图形化的模式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就切过来 切过来之后呢 原原始的程式码 是 我就打三个 东西上去而已 那这三个怎么产生的 第一个 请各位 在 特别注意位置 不要打错位置 因为第一个 我们在哪个地方打 在 这个地方 Extence Activity 特别注意 这边我想如果你们之前有学过那个 Java的继承 应该都知道 他这个main activity 指的是这个Java 的类别 他是一个类别 他继承什么 继承Activity 所以他也是一个Activity 特别注意 Extence 这是固定 请各位把 这个 这个 程式的第1个部分 宣告物件 写在他的下方 那宣告什么物件 因为我们在程式码需要用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 画面上会用到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TestView TestView就指的是那个显示的那个 应该叫做标签 然后第2个是 Button 所以呢我们就宣告两个 那这两个Button 他不是Java的 他不是Java的类别 他是Android类别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要做贿赂 有不要放上去 贿赂就可以了 好 你不需要自己打 他会自己帮你贿赂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打个Input Enjoy.wigi.testview 可以啊 只是好 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有不要放上去 这叫 其实我比较 我很多地方都用懒人式的写法 那很多书里面是要教你自己打 但是我教的都是 懒人不要记的方法 好 尽量就是 不要记最好 不然我跟各位讲 太多要记了 记不完的东西 所以以后就用懒人式的 你打完之后 但是 如果你游标放上去之后发现 奇怪为什么老师你有贿赂 Button这个类别 为什么我没有 因为你打错字 如果你 有什么 BUTTON 就会打成 BOTTON 之类的啦 我跟你讲 你移上去如果没出现的话 那就是你拼错字 OK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很多同学都 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把他汇入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就帮你IMPORT了 那IMPORT这两个 实际上就是 IMPORT ANDROID的类别 所以你会发现 他是 他是拼装车 他只是把这种东西放上去而已 那可是问题 我们要怎么去使用他 必须要透过什么 连结 那连结的话 第一个怎么连结 连结的话 你后面打一个等于 后面加一个 小瓜糊就强制转型 把画面上那个VG 画面上的VG 有没有 跟什么呢 跟我们的 这个物件做连结 不然你没有连结 你无法去使用 无法去控制他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类似 这什么MVC的架构 就是说 我们要去 把画面的东西 跟我们的 这个物件做连结 那连结的方法 你就打一个 上面的 T01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强制转型 打一个List List指的是 List什么呢 List class 就是现在我们自己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自己本身 点 其实为什么多打一个List 其实就是懶人 为什么 因为FindMu把ID太长了 我希望 List点 就出来 你就打F就好了 Enter一下 再来打一个 大R 大R就登录档 登录档里面会有个什么呢 点ID 有没有 所以按个Enter 再点 点下去一定会有什么 T01 如果你 点下去没有T01 表示 你的 前面的那个画面没有存档 你没有存档在R里面就没有登记 所以 这边再把它打个Enter 然后再 分号结束 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连结了 也就是说 你的 画面上面的元件 跟我们内部的 这一个 T01的元件 这个物件 做连结了 那再来也是 Button 的部分 也是一样的方法 所以特别注意 错误 特别注意 你不要复制有的同学 复制贴上之后 这边也T01 那边 也T01的话 那就 成事就bug了 OK 所以 第二步就是什么 连结 元件 第三个的话呢 建立事件 建立事件什么事件呢 就是 这个事件就是什么 当我按一下什么的按下按钮一下 这个是一个事件 所以这个事件要怎么建立呢 很简单 最简单的方法 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学到那个建立事件 在Java里面 其实在这里的话 大概有个简单的口诀 就是 B01因为它是个Button 所以你打一个set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set on set all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要在Button上面 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的名称叫什么 叫 On Click Listener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Listener 也就是在Button上面建一个Listener 你才有办法 当使用者按下它的时候 它去帮你执行某个动作 所以这个是事件驱动 在任何的 视窗程式设计的那个语言都一样 几乎都一样的概念 那只是说Java比较麻烦 在那个 Visual Studio很方便 人性化 点两项 自动可以完成 不用写这些 但是Java Android也要 没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记一下 B01点 你就set all 对不对 Enter一下 后面它会跟你要一个什么呢 要一个这个 你的事件 要在哪边建立 所以 特别注意这边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在哪边记呢 在New一个什么呢 Button 点 点 在哪边 在Unclick Listener 我要在Button上面建一个 Unclick Listener Unclick Listener 有时候你怕打错对不对 你可以 在这边复制一下 Ctrl C 不要复制到set 在Button后面呢把它贴上 Button点 点后面呢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 Unclick Listener 这样子的话就在表示说我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什么呢 Button的Listener 然后小刮壶 后面呢 大刮壶 小刮壶是可以传递参数用 大刮壶是 当我按下这个Button的时候他去执行什么样的动作 大刮壶一般是执行 Round什么样的程式 然后最后有个结束 一个分号 所以这个恐怕这个常用到的 建立事件的方法 就是点set什么什么 哪一个 就是事件 New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的Listener 就是有点像我今天要 请个保全 就是看门 你就要请他来 帮你在那边看着 那最后特别注意 底下做什么事 特别注意有个 有个小技巧 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有打一个大刮壶 可是却没做任何事情 那Eclips很聪明 他会知道说你这边要什么 新增未实作的方法 所以自动帮我怎样 建立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Listener的方法 那这边的话你把它点下去 这个方法其实 我觉得比较 比较OK 因为你如果说 就像刚刚应该有自己 同学自己打了 自己打很容易错 很容易打错 但是你新增 未实作的方法 他就会自动帮你产生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直接 就是这样 我在当 onclick 的时候做什么事情 里面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 T01 把它做什么 点 更改它里面的字 set 特别注意 在Java里面 修改都是set开头 set什么 setTest 对不对 所以你就打一个setT 往下找 有没有看到 就有setTest 按个enter 然后呢 里面的话你就怎样 给他 打上你要更改的什么 更改的字串 比如说 打一个什么 您按一下按钮 这样 诸如此类的话 OK 那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转完之后 你把它执行起来 那执行的方法非常重要 非常简单 就是在这个专业上面按右键 直接怎么样 执行为 enjoy 或者你的是英文版 就是run as run as 然后 enjoy application enjoy application 对 这个时候 特别注意 没有存档 按4 这个时候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下面有一个 这个错误 有个讯息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 error 那如果error的话 我们看一下 那是在哪一个地方 出现 出现 这个OK 切一下 是不是刚刚有改到什么 理论上 这样应该是OK的 这个偶尔会发生 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Android Tool 这边有个fix fix什么呢 project的properties 有的时候 把它fix一下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fix还不行 可能还要右键内容一下 第一招不行的话 你可以用第二招 有的时候怎么样 像这个环境 真的 偶尔会这样 就是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你可以把它 降 降成那个别的 SDK 再把它伸回来 伸回来 这个SDK 有的时候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他的错误呢 居然就 没有了 有没有 这个是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的经验 常常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 以后如果 各位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个就是enjoy 拼装车的下场 因为 他有的时候 可能跟外部 java 或者跟什么 反正就是有这种状况 如果说你有遇到这种 奇怪 什么地方都没错 那却无法run 几个小诀窍 就按右键 可以去 Android Tour里面 把它fix一下 第二个是 内容里面 把它 降级 或者升级 再把它改回来 有时候 你这个专案就OK了 最后可以把它执行为 Android Application 这个时候呢 他会透过 这个5554的 Paw 去把你的 APK 传过去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有装防火墙 之前有有同学 电脑上 装防火墙 把5554这个Paw关掉了 奇怪 为什么模拟器 一直看不到画面 因为你 什么防火墙把它挡下来 所以特别注意 防火墙如果打开也会有 这个时候按 请按下确定 你按下 OK 类似像这样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刚刚的程式码 如果你来不及记也没关系 在我的云端 300版上面就有了 刚刚第一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也在这里 所以 这个Mark部分呢 就是要打上去的 如果说你实在 就是说来不及记的话 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